大家好,我是爱原神 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崩坏星穹铁道 2.7星期日光追细节曝光 周瑞哥神压压上位 明沙城版本大乐 崩铁3.0召唤体系强推 八重音提前 2.6复刻角色推测 星穹铁道2.7版本中 即将登场的两位新五星角色 SP亭云和星期日 确实让人期待 SP亭云据说是流盈的队友 可以作为同协主的替代角色 能够进一步提升流盈的实力 其强度应该会让玩家们感到满意 考虑到亭云这一次新角色 已经表现出色 因此SP版本的强度 应该不会太低 而星期日作为另一位同协角色 也应该有着相当的实力 与已经在卡池中的同协角色 有所区别 这两位新角色的加入 无疑会给游戏带来新的变化和挑战 让玩家们期待不已 在3.0版本中 主推的是召唤体系 这一点可以从近期登场的角色中看出 其中乱破也有召唤物的存在 而且在后续版本中 也多次提到了召唤物的设定 看起来大版本的基调已经设定下来 不过目前给出的角色信息 还不足以确定他们的强度如何 一些玩家正在猜测 是否会有八重音提前进入卡池的消息 从1.4版本开始期待 现在只能等待后续的消息了 希望八重音能早日登场 对于喜欢这位角色的玩家来说 这无疑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 根据论坛上的消息 关于2.6版本乱破卡池的一些内容 已经开始浮出水面 其中提到了复刻角色名单 这样许多玩家感到兴奋 可能会继续存在复刻三卡池 其中杀金、真理医生和黄泉的概率会得到提升 不过刘盈的复刻可能会被推迟 因为波提欧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进行复刻 如果刘盈提前复刻 那将会打乱节奏 因此可能会选择让波提欧先进行复刻 以保持游戏内容的有序性 2.5上半卡池即将结束 飞销强度不错 萌新是建议抽取的 老玩家按需来抽 还有几天时间卡池就要结束要抓紧了 另外就是下半的凌莎卡池也要到来 官方也发布了凌莎的角色PV进行预热 故事情节一般 不过特效和画质拉满 还是非常值得一看的 凌莎成版本大热 凌莎在测试符上面的表现只能说是一般 大家的眼球都着重放在飞销身上 不过我说凌莎将会成为版本大热 你心吗? 来看看一下分析 首先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发现 凌莎的角色PV居然有4K画质 可见官方对其重视程度 其次就是绷铁玩家都看重的强度方面 强度怎样更在于环境 凌莎除了是蜂饶之外 对群伤害可以看作半个致死 还具备销刃能力 有这样能力目前是独一档的 这样的三体人策划 怎么不会改环境来捧呢? 自然会重点打造凌莎 何况测试符只是作为一个参考 实际才能说明一切 总结就是凌莎会成为热门 但是赚了流水之后 估计熬不过两个版本就会被环境踢走 下面是星期日光追的消息 在2.6V三解包当中 可以看到2.7的光追 传闻是星期日的专武 从回能增伤属性来看 可以猜测星期日为单拐 而且非常类似布洛尼亚技能 这光追直接点来说 同样适用于压压 另外透露给我们的消息就是 周日哥可能是压压的上位替代 最后就是2.6测试符的消息 不出意外明天就会出V4 据内鬼消息称 2.6测试符只有V4 后续不会再出现V5甚至V6版本 预计乱破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动 2.6就一气子版本 med Türkiye 选一个人 一等一可